RM 主席 有功夫 就会有财富 歡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帥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位技术分析 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 其我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 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的影片 按赞 订阅 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 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 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 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 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了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8号 台北股市 以及12月期日在今天开盘之后 先压回再反弹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12月期日今天的行情变化 今天12月期日开盘就开低在 17672 最高点17673 开完盘之后行情是先往下灌杀到17583 这个最低点 然后再形成一个反弹的行情 那整个今天的当冲区间 只有90点的空间 这是一个瑕福整理的行情 那今天这个区间 基本上并没有很大 但是还是有两段行情可以操作 第一段行情从17673 跌到17583 这段行情的跌幅 就是今天的最大区间 90点 而从17583 反弹上来 其实也有将近7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七八十点左右的空间 所以把这两段行情加起来 还是有超过150点 那关键是要怎么样 才能够把这两段的区间 变成真正的钞票 那当然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必须要很明确的知道 今天这个开低啊 它不是真正的低点 而且你必须要在早盘先做一趟空单 来到了这个低点转折之后 把空单补掉之后 才能够做多上来 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说 今天开盘开低 它不是低点 还是可以追空呢 我想再等一下 台子期当中的操作技巧当中 我会跟大家来破解这个方式 好 那当然接下来台北股市在近期啊 这今天以及上个礼拜 创高之后又出现一个整理格局 整个大盘的方向到底要怎么走 我也会透过这个技术分析 跟大家来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讲到台子期的当中操作我讲过了 每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先观察一下 哎这个 十二月期指它到底是多方控盘 还是空方控盘 如果说加权指数的位置 在五日均线之上 就代表今天是多方控盘 如果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是在五日均线之下 就代表今天是空方控盘 然后我们如果要操作期货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期货开盘时候的一个成交口述 就能够很精准的命中今天找盘的一个方向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加权指数开盘 它并不是开高它是开低 开低几点开低36点 虽然开低36点 不过它依然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严格讲起来今天是多方控盘 而不是空方控盘 今天开盘的时候只有开低一点 为什么开低一点还是要站在卖方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天12月起开盘的时候 它开低一点 它的成交口数第一分钟成交口数 只有1000口左右 那我有教过大家 如果开低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 代表说它开低不是低 后面绝对还有低点 这个我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 已经教大家很久了 所以今天开低一点 它的成交口数只有1000多口 代表说这个低点不是真正的低点 后面还有真正的低点 因此开盘应该要先站在卖方 站在卖方之后 等拉回再来做多才是最佳策略 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开低啊 基本上是可以追空的 可以做一趟短空 然后来到这个低点转折 再怎么样 再做多上去 形成了两段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 好 这就是今天台子期当中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MACD MACD在上个礼拜 我们发现到了 大盘创高之后 来到17743之后 这个MACD 两条线又纠结在一起 那我也跟大家讲 当MACD纠结在一起的时候 代表说大盘 它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霞幅整理的盘式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来 MACD的柱状体 现在来看的话 它还是在零轴的下方 MACD跟DF目前还是死亡交叉 这空方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多单只适合短线当中操作 以期货的角度来说 多单基本上 现阶段只适合短线当中操作 但是整个大盘的大方向 我仍然看好 我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虽然MACD目前的局势 是死亡交叉 但是现阶段来看 这两条线已经纠结在一起 而且这个柱状体的强度非常的弱 所以这只是一个短线上的一个震荡 那长线来看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15975 谈到17743 已经1700多点 那1700多点 整个大方向 还是呈现一个多头均线排列 所以现阶段来看 是温和的上涨 只是说这个MACD 可能因为受到这个整理的影响 它形成一个死亡交叉 不过还好 这两条线 它这个柱状体的强度 并没有很强 所以现阶段大盘 我仍然是持续的往18000点 这个目标价来看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KED指标 那KED指标 现在是位于80 附近的一个所谓的超买区 所以同样的逻辑 来到80的超买区之后 大盘基本上就是 比较容易形成一个高档震荡 好 那我们看一下说明 KED指标的K值D值RSV 目前接近80的超买区 这是超买区 大盘还是震荡偏多 支撑我们就观察17300 基本上其实我们看17500就好了 这个17000不用讲了 一定牢牢的守住了 接下来这个17500 等到这个卖压整个全部都消化完毕之后 我认为大盘有机会 再继续往上的挺进18000点 这个18000点是我们近期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来到18000点 18000点的卖压消化完毕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挑战大魔王冠了 什么叫大魔王冠 就是18619 这个最终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整个大盘的方向 现在仍然是多方架构 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那我讲过了这一份资料 我每天早上都会提供给投资朋友 尤其是我们Lite里面的好朋友 每一个投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投资朋友 你也想要得到这份资料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完全不用花钱 只要各位愿意加入 结算的功夫奇博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我的技术分析资料 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直接扫描这张图卡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算的功夫奇博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资料 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我们Lite的好朋友 请记得在加入之后 直接回复888三个数字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你第一次加入我们Lite 如果没有回复任何的讯息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想要你加入 也看不到你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份资料 直接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NE 因此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看到你 知道你的加入 请你在加入我们Lite之后 请记得一定要回复888 让我们知道说 你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资料 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NE 在里面 那另外一点各位也可以透过 我们Lite对话视窗 右上角的记事本的功能 我们每天早上9点半 就会把这份资料 直接贴在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在早上9点半 去点开这个记事本 就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准备了这个大盘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请大家多加的留意 并且关注我们记事本里面重要的资讯 好的 那么学习技术分析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就是要成功的赚到市场上的钱 那就像今天这个行情 做期货的投资配合 我相信今天开盘的时候 如果你有学过结帅的技术分析的话 你一定会很清楚的记得 结帅教过大家的一个方法 结帅老师有讲过 今天这个开低它没有爆量 代表说这个期货 它后面还会有低点 所以这个结帅老师教过之后 我们其实开盘的时候 就可以先空一趟下来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送分题 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花任何时间去做议测或者是猜测 也不要说用感觉的方式来做期货 我们有评有趣的操作期货 我们的胜率自然就会稳定的达到7成8成以上 那这样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成为赢家 那当然投资朋友可能会说一句话 老师你的职业是分析师 你当然要每天学技术分析 但是我们是一般投资人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跟事业要忙碌 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呢 所以你需要我 我说了如果你本身 对于这个金融市场 还是充满这个赚钱的梦想的话 可是你又因为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的话 可以直接来找结算 就像今天这个行情我说的对我来讲 今天这个行情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送分题 你看一下我们实战 今天早上8点49分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期货开盘 大概不到5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直接请会员放空了 来各位为什么要放空 我刚刚讲过了今天开低啊 它并不是低点 为什么 因为开低的时候 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只有大概1000多口 开低没有爆量 那代表说它不是低点 所以可以追空 所以看一下我们实战哦 市价空 12月期指目前的报价 17640附近 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市价做空至少两口大台指 这就是我们今天 台指期的当冲操作 唯一的一笔 我们的讯息会员的唯一笔的动作 今天8点49分46秒 全体其冲会员讯息 市价在17640空单进场 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指 那这笔空单进场之后 它行情最低撒到17583 当然 来到17583这个地方一定要带出 否则空单等于报下又报上 白忙一场 那到底结算有没有带进带出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下一通讯息 你就知道了 来到了8点51分 我们就发了一通讯息 提醒会员 提醒市价空单 不管你的成交价位多少 我们都建议短线操作17613 提你出场 坦白讲 今天这一笔空单 我做的比较保守 那我们也有带出 我们接一会员短线操作17613 就给他停力出场 那当然 这是我们在今天早上8点51分55秒 全体其冲会员的讯息 我们带进 我们也带出 17640放空 17613出掉 这样一笔空单 还是小赚54点 还是小赚54点 那当然了 这时候投资朋友可能会说 老师那你这个点位17613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在这个点位出掉 请你告诉我 你这个出场的点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当然了我身为一个分析师 我在带领 这个这么多会员来操作期货 我的任何一笔交易 绝对必须要专业 而且绝对必须要依据 完全不能够凭借个人主观的感觉 来做一个判断 就像今天 这笔空单我为什么会做空 我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也等于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我的操作依据是什么 开低并没有爆量 代表他并不是真正的低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 顺势来做一笔空单 那杀套这个17613为什么要补掉 依据在什么地方 很简单 我利用我多年的技术分析的一个经验 以及逻辑 结合了AI人工智慧高速运算的方式 我研发出了一套 期货的操盘软体 它叫做大碳级的期货系统 大碳级期货系统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 透过精算转折的功能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我们可以做多的点位 叫17613 这是我们系统算出来的点位 预挂做多17613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当然要把空单补掉 我们才能够做多嘛 所以我的空单为什么补在17613 这个依据就来自于我们系统 它今天所算出来的 这个支撑转折点 就叫17613 所以如果你有大碳级系统 你今天会在17613 直接进场做多 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 好了当然这笔多单进场之后 来到了11点31分 我们就发起这个讯息通知会员 这个会员手上所有的部位 我们一点务必要出清 那当时一点的时候 有一个成交的价格 叫17649 所以今天基本上做空也能赚 做多也能赚 我们讯息结合软体 多空双向灵活操作 早上的第一笔单 当然是先站在卖方 因为开低没有爆量 所以我们做空跌下来之后补掉 赚了54点 然后再低点承接多单 一点的时候全部出掉 再涨72点 两笔交易共计涨跌多少 126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台子期的一个 当冲操作 投资朋友你做对了吗 那在这边也特别恭喜我们的 会员朋友今天多空双向 大获全胜 好以上是今天台子期日盘的交易 讲完日盘的交易之后 我们接着赶快来讲一下 这个选择权的操作 讲到这个选择权的操作 我讲过了市场上的小资主 真的很喜欢来找结帅 为什么 因为结帅才是小资主的救星 为什么敢讲这种话 我说过了全投股界里面 你可以去查 目前唯一一位 有在带领投资朋友 操作选择权当中班的投股老师 就是我本人 也只有这么一位 仅有一家 别无分号 你找不到第二位 那为什么结帅 带这个选择权当中班 可以成为小资主的救星呢 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所操作的是 周选择权的买方策略 而且我们百分之百当中 完完全全没有流仓的压力 就算你的操板资金只有10万块 也可以跟着结帅来操作 我们是透过抠讯带单的方式 带你进就会带你出 好今天早上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笔短空单 所以当然选择权 今天早上也是直接站在卖方 做了一笔卖权 买进1760的卖权 今天我们在79点买进20口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call信比较快 来这个8点50分 我们出手了 我们操作的是12月份的选择权 而这个礼拜三要结算的 12月份的选择权 看一下12月份选择权 1760的卖权 现在报价79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试价至少买进20口 所以今天这个选择权 我们基本上也是建议会员 直接买进20口 买什么 买进卖权1760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买方策略 买进1760的卖权 8点50分 79点附近买20口 那资金7万9千块 我说了 只要你资金有10万块 你都可以跟着结帅 来操作选择权 那买进之后我们都知道 最高冲到105 我们在8点50分进场 他最高来到105的时间 是在9点07分 所以这一段操作 他其实还是可以 跑短线赚一些价差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结帅怎么带出的 来8点53分 选择权当中班 首上12月份选择权 1760的卖权 79点的部位 我们建议短线操作 挂99点出场 也就是说我们79点买 然后我们99点出掉 还是可以赚20点 你不要以为20点很少 其实20点对小资如来说 这一笔金额已经很大了 我们看一下结果 来99点一定出的掉 因为9点07分 最高来到了105点 我们8点53分 就告诉会员 建议短线操作99点出场 其实9点买20口 99点出场20口 你的79,000在今天就会变99,000 当你的79,000变99,000 你的口袋会多出2万块钱出来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用79,000赚2万块 等于大台指的100点 那你不要忘了 今天台指期的当中区间 只有90点的空间 所以基本上 今天的这一笔交易的一个策略 是一个CP值很高的交易策略 你只拿79,000块出来 既然可以赚2万块钱 你可以去换算一下 这投报率 将近25% 我们算8万好了 这2万块1分之1 将近25%的投报率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投资报酬率 所以各位小资主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因为你的资金小 就放弃了你东山再起的一个机会 跟着结帅走 财富自然有 我们有选择权当中班 专门就是为小资主量身定做了 有兴趣的小资主投资朋友 不妨可以来找结帅 参与这个选择权当中班 好以上是今天台指期 台指期跟选择权的一个日盘的交易 讲完日盘交易之后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我们这个大碳级期货系统的一个 当充指标的一个操作 好 讲到这个 这个台指期的一个当充操作 很多人都很想做 可是很多人却没有办法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很多人 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 白天因为工作 没有办法盯盘 晚上下班回到家很累 也不想盯盘 很多人对盯盘这件事情 是觉得很累 又伤神的一件事情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而达到轻松操作的一个方式 当然有啊 现阶段的科技这么进步啊 我们早就把我们这套系统 增加了所谓的声音提醒功能 透过这声音提醒功能 就等于人工智慧 帮助投资朋友盯盘的功能 那怎么盯盘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的会员朋友 都是直接把这套系统 安装在他们的智慧型手机里面 当系统装在手机里面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只要他们打开系统的画面 再把声音的提醒功能打开之后 基本上他们就可以 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做到轻松操作期货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很简单 当你把这个系统的当中指标 把它打开之后 只要有任何的讯号 不管是做多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我们的系统就会发出叫声 而你的耳朵听到叫声之后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脑的画面 到底现在出现什么讯号 那你只要看到讯号之后 来 就跟着讯号做动作 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盯盘的事情了 因此可以听到声音 再看讯号做动作 操作期货 就不需要一直盯着盘面来看 因为我们的系统会带进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当然讲到操盘软体 投资朋友 也使用过坊间无数套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还不能够成为赢家呢? 理由非常的简单 因为坊间一般的操盘软体 它根本就是不能够实战的操盘软体 而且 它也是不负责任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敢讲这种话 因为软体我看过太多套了 坊间一般的操盘软体 基本上会同一时间给你很多的模组 给你很多的指标 你必须要自己选择 自己猜测 那万一选错指标 你活该倒霉 选对指标 恭喜你运气好 那像这种软体 怎么可能有办法带你赚钱 一套真正专业的操盘软体 它必须要能够给你很明确 很固定的一个操作的指标 还有依据 你才有可能达到 稳健操作的一个效果 不是吗? 有鉴于此 我刻意把我们这套系统的 当充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单一的当充指标 那请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当我们系统 只有一个单一的当充指标的时候 我们的会员朋友 有没有可能选错指标 不可能嘛 他们所选的指标画面 保证跟我所选的 所看的这个指标画面 是绝对一样的嘛 百分之百同步嘛 而且因为只有一个指标 所以我在直播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画面 保证就是我们会员朋友 所看到的画面 绝对没有任何造假的空间 那做法更是简单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这套系统的当充指标 做法非常简单 你只要跟着箭头来进场就可以了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新兴符号 就可以停立出场 好 那今天的操作很简单 今天早上基本上 就是出现一个箭头向下的放空讯号 好那当然早上我讲过了开低不是低 主力控盘趋势早上也在绿色 所以今天早上这一笔空单 出现的讯号的时候 基本上会员朋友 就可以直接进场做空 我们的简讯会也进场做空 那当然杀下的时候一定要补掉 为什么 因为系统今天的一个支撑转折点 就叫17613 这个今天刚刚前半段的抠讯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过 所以当你有这一套系统 又有结帅的抠讯 待你出场的时候 基本上今天早上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多 而且你绝对是做空赚钱的 所以不管是看我的抠讯 或者是看我们的当中指标 今天早上所有的会员朋友 一定都是先站在卖方 然后空下来之后再做多上去 形成了两段的一个价差交易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讲过 现阶段基本上做期货的人 一定要有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我这样说 如果你没有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 我不建议你来操作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人工智慧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尤其是我们大碳级期货系统 它是电脑运算 它绝对比你人脑的计算的一个速度 更加的快 而且更加的精准 你认为你的计算速度有比电脑快吗 你认为你判断的点位有比电脑精准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为什么不使用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 让你的胜率大幅的提高 而且我们这套系统 因为它计算速度快 所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带你掌握转折 就像今天的资深转折 也是抓得很漂亮 再加上它科学客观 它不带任何的感情 大碳级期货系统 人工智慧的最大优势就是在于 它不像人类一样 有七情六欲 看到行情的时候 该多就多 该空就空 绝对没有任何的七情六欲 很多投资朋友在做单的时候 为什么常常会错过机会 看到行情 明明自己也看对了 但是往往因为自己的疑神疑鬼 疑神疑鬼 三心二意 犹豫不决 而错过了很棒的一个买点跟空点 所以常常因为这样错过了赚钱的机会 那有了这套科学的工具之后 基本上 它不带任何的感情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帮助你完全排除人性的弱点 那当然现阶段 为了要帮助全国的投资朋友 我说了到12月底 我讲过了 我们现在有个买鱼送吊杆的活动 关于投资朋友共襄盛举来参与 基本上我们的期货商品有三种 大碳级系统 其冲讯息 选冲讯息 各位都看到 今天我们这三项商品的会员朋友 全部都赚钱 全部都获利 那我们现在买鱼送吊杆 只要你买一种 我们就会送你一种 好 你可以任意选择两种商品 各半年的会期 总共一整年 只要599 我说两种商品 各半年只要599 不到6万块钱 所以各位可以加赖回复599 或者拨打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 0800 370 888 直接来电做一个咨询 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现在台非股市还是多方架构 我们推出了一个百万超盘清贷班 结帅 本人清贷的一个超盘清贷班 这是业界首创 先成功再成交 来 300万只押一档股票 如果你的资金有300万的话 我们全面开放四代股票 全面开放四代股票 来各位仔细听 结算我本人亲自电话带单 你可以直接拥有结算本人的LINE 我们专攻100元以上的高价股 成功带单正5% 再办理入位手续 换句话说 一定是先带你来操作股票 成功带单正5%之后 你赚到钱之后 我们再来办理入位手续 我敢讲这是业界首创 一个先例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的资金有300万以上 我们欢迎你 来让我们来 欢迎你来参与这个四代活动 我们会让你先成功的正5%之后 再让你办理入位手续 有兴趣的投资 把电话拨通就可以了 好 今天有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直播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